天高海阔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莲雾 莲雾开花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我个人是很喜欢 显得非常清新脱俗 但是同样在南加州种莲雾 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种的 靠近海边种的比较好一点 我住在比较靠东边 所以种起来比较难 不过总算也是开花结果了 今天我们聊的 还是有关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的一些政治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是我在美国生活这十几年 我第一次看到在初选的时候 就如此热闹的 热闹的地方当然是拜登面临的困境 以及川普面临的司法追杀 那么川普要躲开民主党的司法追杀 最大的目的当然是要参与2024总统大选 而民主党司法追杀川普呢 也是为了阻止他能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有关川普的刑事案件的起诉 特别是那个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的起诉 对于川普来说传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来看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 就川普提出的刑事豁免权的申请进行审理 联邦最高法院如果接受的话 最起码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占的比例比较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联邦最高法院既然保守派大法官占的比例大 那么民主党想要操纵一些法官 对川普做出不利的裁决呢 当然也就不这么容易 那么所以呢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在4月22号 对川普这个案件进行口头的听证 而听证唯一要澄清问题 就是前总统是否可以 以及可以在何种程度上 因为其任职期间的职务行为而免于刑事诉讼 讲这么复杂 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川普当年在2020美国共同大选结束之后 他对美国公众发表讲话 认为在选举当中有舞弊行为 那么他希望他的支持者站出来表达抗议 如此而已 我所看到的如此而已 但是呢 民主党认为川普是煽动了他的支持者 冲进了国会山庄 造成了1月6号的所谓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那么所以呢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这个事情对川普进行起诉 当然特别检察官没有办法如民主党所希望那样 把川普形容为一个策划煽动 以及指挥了这场所谓的国会山暴乱 他只能说川普发表的讲话蒙蔽了美国人民 用这个来起诉川普 但是当时川普是美国总统 他作为既是美国总统 又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他对这个选举发表他个人的看法 这有没有属于总统的豁免权的范围当中呢 所以现在特别检察官在追杀川普 而川普的法律团队呢 利用这个理据 这个法律的理据 来对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这个起诉呢 进行这个抗诉 所以呢 联邦最高法院接受这个官司之后呢 好了 现在4月22号进行口头听证 什么时候会审理或者做出这个判决呢 现在按这个时间表来看 可能会在今年的6月份 我们知道6月份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呢 一定会出现了一个结果 就是川普已经锁定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或者接近锁定了 如果6月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说川普没有豁免权 那么换句话来说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可以在7月份 重新对川普展开起诉 因为本来啊 有关这个案件呢 是3月4号就进行这个案件的庭审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个案件最早要在7月份庭审 我们知道8月份 就是两党确定 谁是总统候选人的最后限期 那么所以说 如果川普一旦锁定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个身份 那么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会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史密斯接下来对川普的一切起诉行为 一切司法追杀行为 都可以被共和党 可以被川普的阵营形容为 这是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 川普已经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了 如果你再起诉他 或者再有什么新的一些司法追杀的手段 那你肯定在两个总统候选人选举过程当中 你打压了川普 也就是拉抬了拜登的选情 所以到那个时候对川普的司法诉讼 将会有更大的争议 所以这对川普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万一把这个案件 再拖那么一两个月 恐怕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就更加难对川普进行起诉了 一次同时 伊利诺州的一家法庭裁定 川普不能够出现在伊利诺州的 共和党党内初选的选票名单上 我们知道之前已经有科罗拉多州 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法庭裁决 伊利诺州这次的裁决 对川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简单的说没有任何影响 为什么说没有任何影响呢 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我想唯一的影响就是 伊利诺州这个民主党的法官 做出这个裁决 无非就是想利用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美国的民众认为川普是有罪的 所以在选举当中 无论是初选还是最后的决选 都不要选川普 充其量可以造成这种声量而已 为什么说他对川普的选举没有影响呢 因为川普的名字能不能出现在 各州共和党内初选的选票上 这个官司已经被联邦最高法院所接受了 我们一般人用这个宪法的角度来看 很明显这是违反宪法的 因为川普只是一个在民主党的口中 是个犯罪嫌疑人 你没有经过庭审 你怎么能证明川普就有罪呢 如果你没有能够证明他有罪 你凭什么以这个罪名阻止他在初选的选票中出现呢 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一般人都知道的 违反宪法的做法 民主党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制造一些音量 总是有一些受众 经过媒体的影响 不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 也不用去分析 反正他平时看的媒体说什么 他又支持什么 不要说美国的这么广泛的选民这个含义 即使在我们节目平台上 不是也经常有人拿出一些荒唐的一些新闻事实 或者一些荒唐的完全经不起逻辑推理的一些观点 上来发表意见吗 所以现在民主党的这些法官 民主党这些媒体就是希望影响这部分人 其实民主党这样做呢 我个人觉得作用不大 为什么呢 他能够影响的 就不问事实 只看民主党的媒体 或者民主党政治人物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这部分人 我们且不说他的文化水平怎么样 或者分析能力怎么样 这些都是其他的含义的事情 但是关键这些人本来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所以你影不影响 他都不会把票投给川普 所以说一定多多这家法庭的裁决 看起来好像哎呀 怎么又一个州的法院裁定川普 不能够在初选的名单上 其实它毫无意义 现在对于川普和拜登这两个人来说 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 有很多很多话题 但是呢 现在最热的就是非法移民这个话题 因为它既涉及到美国的内政 也涉及到美国的外交 这个话题我们讲过了 所以呢 在2月份的最后一天 今年的2月份有29号 川普和拜登呢 都分别到了这个德州 去看美国边界 因为非法移民问题 对两个人的选举影响太大了 川普是在州长的陪同之下呢 到了这个伊格帕斯市 而拜登呢 则到了一个叫布朗斯维尔市 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区别呢 布朗斯维尔市是民主党人在主政 而这个伊格帕斯市呢 是由共和党人主政 并且德州州长阿伯特 防止非法移民的一些行政措施呢 重点就在这个伊格帕斯市 因为它是非法移民的重灾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移民危机已经成了 今年大选当中最关键的议题之一 我们看现在有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就是连民主党自身的一些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一些支持民主党的极左媒体 他们都承认 现在非法移民的问题非常严重 严重到已经影响到民主党 今年大选的走势了 有一位民主党的前国会众议员 他本身出生在这个伊格帕斯市 他叫纳瓦雷兹 纳瓦雷兹说 他说无论你怎么想 这个伊格帕斯市或者说非法移民的问题 都会成为下届总统 谁能够胜出的一个支点 就在这里我们将看到 是拜登能够继续当总统 还是川普能够再次当总统 一个民主党的前国会众议员 能够讲述这番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非法移民的问题 对于这两个人的选举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而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是对川普有利 还是对拜登有利呢 很明显他对川普有利 何以见得呢 我们来看看美国媒体的 或者是一些民调机构的民调 美国有一家叫蒙茅斯大学 有一个民调机构 这个蒙茅斯大学可能一般 如果华人很关心自己子女 念什么大学的人 不太了解他 他在美国也算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大学 虽然说不在长春藤的名单当中 他是有做民调的这种传统的 他说美国人对前总统川普的 美墨边境边境墙的这个计划 看法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 如今已经有半数的选民 支持这个边境墙 阻止非法移民这个计划 大家还记得边境墙的话题吗 当年川普就为了盖边境墙 跟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而现在跟那个时候相比 对于要不要建边境墙 民调的数字 已经发生了一个反转 当时支持川普盖边境墙的是占少数 反对的是占多数 除了这个萌茅斯大学的民调之外 新闻周刊也做了一个民调 我们知道新闻周刊是左派媒体 是典型的左派媒体 他说53%受访美国人 支持在美墨建边境墙 46%的反对 1%说不确定 所以这个民调数字 我们看到支持川普边境墙计划的 这些民众已经占了50% 占了超过一半 这个民调数字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过去经常说 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获得支持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你说60%也好 80%也好意义不大 因为共和党的支持者 是肯定会挺川普当总统的 但是这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说中间选民怎么看 而我们说的这个民调 恰恰就没有去区分共和党选民 还是民主党选民 它是把美国所有的选民 作为一个群体来进行调查 如果是以美国全体民众的这个范畴 作为一个调查 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川普的边境墙计划 这是不是体现了中间选民开始支持川普 2019年的时候 有56%的受访者反对见边境墙 现在有53%支持 所以这个民调数字发生了一个变化 它真正的含义是在于说 中间选民对川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而哈佛大学最近做了一个民调就更有意思了 什么人最支持川普呢 哈佛大学的民调居然得出的结论是 Z世代最支持川普 什么是一世代 就是9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 我们看美国对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世代 分什么迷茫的一代 沉默的一代 二战之后的婴儿潮 X世代 Z世代指的就是1992年之后出生的一些年轻人 那么这些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变成了川普的支持者呢 我们来看 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 与这个哈里斯民调机构 这两个都是专在美国比较大的民调机构 他过去的民调结果呢 一边倒的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 但是呢 在他的民调当中 这个Z世代最喜欢川普 根据他的民调呢 2024年的2月1号到22号之间呢 他们对全美国2000名登记选民完成了调查 大家看这个数字啊 是2000名登记选民 意义在哪里呢 一般的民调大概1200名的受访者 就是一个可以值得信得过的民调 当然你在民调过程当中 你不能有一些特殊的 有政治含义的手法 2000名就超过了1200名的基数 他调查的是登记选民 根据这个统治显示了 18岁到24岁的一世代的年轻人呢 在他们选民当中啊 有60%对于川普的执政是给予肯定的 这个在整体的这个受访者当中 57%的民众对川普的执政表示满意 事实一不满意 你看连这种左派媒体 左派机构所做的这个民调 特别是包含了中间选民的民调 也认为川普比拜登要好 那么在2020大选当中 这些民调会不会实际转换成投票的数据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而新闻中刊我们说了 这也是个左派媒体 他说在这个调查当中啊 凸显了拜登连任的出现的警讯 年轻人的选票呢 已经流失了 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 年轻人是一边倒的支持拜登的 那为什么2020年年轻人支持拜登 到现在2024年年轻人支持川普呢 我们说西方有一句政治谚语 叫三四岁之前你不是左派 你没有热血 三四岁之后你还是左派 你没有理智 年轻人是最容易被蛊惑的一群 2020年的时候 很多左派媒体 很多民主党人批评川普说 川普什么不可预测啊 川普让美国的盟友都离开了 川普什么反移民啊 现在左派媒体还是这个腔调 我再次强调川普反的是非法移民 而不是移民 但是这些认知战令到这些年轻人 很容易受到了蛊惑 觉得川普看起来不靠谱 讲话呢又口无遮拦 拜登看起来有政治经验 所以受蛊惑的年轻人 确实在2020年是支持了拜登 他们相信了拜登很多政策承诺 好了三年多过去了 突然发现原来拜登满嘴谎言 满嘴胡话 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地方 以及在场的人他都分不清楚 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 又突然从极左又变成了极右 因为他们是最容易被影响的 最容易受自己情绪所影响的 所以说现在中间选民 对川普的支持度 这一点呢 我还是有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但是这些年轻人反过来支持川普呢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非常容易的被影响 那么拜登现在除了非法移民的问题 这两天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拜登体检了 拜登体检为什么非常热门呢 因为拜登过去让大家看见 他的这个认知的表现好像很有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总统的健康状况 特别是他的这个理性思考的这个状况 还能不能当总统呢 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 好了拜登做了检查之后 结果怎么样呢 白宫的医生欧康纳评估说 拜登的身体当总统没问题 但是呢 他还给了一个评价 就是拜登不需要做认知能力的测试 很多人都说这个医生有偏颇 这个医生回避了拜登的一些重要问题 我个人倒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医生说的是对的 拜登是不用做这个认知能力测试的 为什么呢 他的认知能力一定有问题 他在测试什么呢 你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拜登的认知能力有问题吗 他的认知能力肯定有问题 拜登现在就是一个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背后有人操纵他在前台表演如此而已 我们来看 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前议长麦卡锡 在礼拜三接受这个福克斯访问的时候 他透露了他跟拜登接触的一些细节 以麦卡锡平时的言谈或者他的个人品德呢 我相信麦卡锡并不是为了帮助川普胜选而造谣 麦卡锡说拜登在一小群人的私人会议当中 仍然需要拿小卡片祭祀 我们知道拜登经常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被媒体拍到他的小卡片上有很多提示 这些提示除了提示他在某一个讲话的重点之外 还有什么抬头看记者等待这个掌声 还有注意什么什么等等 包括他在记者会上要点哪个记者提问 其实都是他提示卡当中他背后的幕僚 也就是他背后那个政治势力帮他已经都列好了 但是麦卡锡讲的这个比这个更加严重 如果你在一个公开场合 我们知道公开对于一大群人发表演讲的时候 人是很容易出现走神 或者出现一些一下子脑子转不过弯来 就像秀杰做节目有难免吃螺丝一样 这点很正常 但是当你跟一帮人做一个小型会议室的聊天 或者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请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 来谈政府开支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拿小纸片来提醒自己要讲什么 那这里边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认知已经到了 你今天来开会要讲什么你都忘记了 我们看到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 他到火房 然后信火房他说想我来干什么 会有这种记忆力断片的这种表现 拜登如果是这样一种认知能力的话 他还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吗 他还有能力担任美国总统吗 所以麦卡锡说 他说拜登离不开这个小卡片 如果你跟他谈话的内容偏离了小卡片 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了 就是拜登大概知道 他只能讲这几个问题 你突然把这个问题带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讨论某一个项目时候经常会的 如果你带到另外一个话题 拜登就不知道如何接话了 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 他也不能靠自己的认知 靠自己的理智来回应你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 从司法追杀川普这个方面新闻来看 好像越来越对川普有利 这个有利就是川普可以争取到时间 只要川普锁定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个身份 民主党人再用司法手段来追杀川普 就会非常的困难 而另外一方面 拜登除了在这个民调当中 数字非常负面之外 包括昨天我们说的 在这个密西根州的选举 这些阿拉伯裔的选民 开始对拜登产生了这个反感情绪之外 而最重要的是 美国中间选民如果抛弃拜登的话 2024年拜登还能够战胜川普吗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很小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